非常高兴今天在华裔世界设置的这个线上讲座 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商汉论 这个我是我们国家呢 第一届研究生七八级的这个商汉论的研究生 这个导师呢 是山东中央大学的许可谦先生 赫里克少先生 这个从七八年开始学习商汉论到现在几十年了 一直在不但地学习不但在研究 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因此呢 这个就搞了一个这个商汉论诗讲 这个系列讲座 这样呢从今天开始 有机会和大家共同的进行交流 我也很高兴 这个几十年的商汉论学习和研究 我有自己的体会 包括一些学术上的观点 这样呢和大家进行交流之后呢 我们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我这个商汉论诗讲 这个系列讲座 我今天讲的是概说部分 就是商汉论 复杂性变成思维研究 下面呢 我就开始上课 在讲这个内容以前 先探三句新的体会 大家看这是 这边呢是我的专注 上汉一德 这是2015年 中国中药出版社出版的 这个 这叫退休前的最后一本书 这个几十年的学习啊 先后 这个 出版了36部著作 但是呢 专注就一个是 2015年的商汉四变 一个是 零退休前的 商汉一德 这是两部 是商汉论的专注 下面呢 我就在讲这个课以前 先探三句 我对商汉论的 一点体会 第一句话 商汉论 就是一条 活蹦蓝跳的鱼 我们治商汉学 如同受着鱼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学商汉论的 最后的目的 就是我们要学会 左翼的方法 那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 临床辩证论治的 思维方法 大家知道 我们终于有四大经典 在四大经典里面 最重要的是两大经典 一个是内经 一个是商汉论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内经 是奠定了中医学 理论体系 奠定了理论体系 而商汉论 是奠定了中医学的 临床辩证体系 这是四大经典当中 最重要的两部经典 所以呢 我 我看待商汉论 就是我们 说的一句话 受制于 就是学习 商汉论的 变成人治思维方法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就是 不要用嘴来堵伤害 要用心来堵伤害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 我在临床当中 在教学当中 我也发现 我们有些人 商汉论背的 是很熟的 可以说 真实上是 这个 非常的熟练 但是要讨论起 商汉论的问题来 我发现 理解 比较浅 尤其是 不能够理解 张景的那颗心 也就是 商汉论的原意 这点 对我们 能不能真正的 从商汉论当中 吸取精华 吸取营养 一个重要的指针 所以呢 我要强调 要用心来堵伤害 要理解 张东景 这个医生的那颗心 你这样呢 你才能把商汉论理解透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呢 大家知道 我们中文有四大经典 我个人体会 这个经典的魅力啊 就像一坛老酒一样 你放的时间越久 那个味道越春香 我个人认为啊 商汉论到现在 接近两千年 一千八百多年 他就是这样一部 味道春香的一坛老酒 你能不能品出 这坛老酒的真实味道 关键看你 用不用心来学习 用不用心来学习 所以呢 这是我 学习和研究商汉论的 三个体会 在这里 给大家 一块交流一下 一块交流一下 我在讲这个内容 以前 我先提出四个问题 先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商量的精华是什么 这个我估计 大家的答案是一样的 六经变证 这个没有 没有争论 但是呢 接着第二个问题 恐怕 就没有统一的答案了 那就是 六经变证的精华是什么 有的人说不出来 有的人呢 说的不一样 就理解不太一样 理解不太一样 我个人的理解 六经变证的精华 就是我今天 这个讲座的题目 主要内容 就是他给我们 展示了 我们中文学的 在辩证认质体系当中的 复杂性辩证思维 复杂性辩证思维 这才是六经变证的精华所在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出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西医 他们也变着认质吗 假如西医也变着认质 那么 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你说我们中医 还能说变认质 是我们自己的特色吗 这句话是不成立的了 没法说呀 什么是特色呀 那就是我具备的 你们有啊 那叫特色呀 那几年中西两家都变着认质 我们能说变着认质是我们的特色 大家知道 我们教材讲得非常清楚 中文学有两大特色 整体观念变着认质 我后面还要谈这个问题 我现在先提出来 第三个问题 教材讲 变认质的基本概念 是通过 我们问题的四诊 和参 收集 外在的症状和体征 这就是四外了 然后呢 收集好以后 再开始探求 内在的病机 就叫拆内 也就是 那已经讲的 四外拆内 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 那么这个概念准确吗 这是变着认质的概念吗 它全面吗 为什么呢 我要问一个问题呀 内经除了讲四外拆内 内经还讲了一句话 四内拆外 这四内拆外上哪去了呢 为什么教材不讲 所以呢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那就我要问了 什么是复杂性 变着认质思维 复杂性这三个字 和我们平常说的 变着认质 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问题 我们也得理解透 这也是我今天 讲座的 重点内容 重点内容 好 下面呢 在讲这以前 我还要谈一点东西 其实呢 我今天讲这个内容 包括我这个杉害论史讲 有一个终极性的问题 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上海论 换句话说 我们到底要学习上海论的什么东西 上海论的价值 学术价值 在哪里 对不对 这个我们必须得明白 你要不明白 你都没有学习的动力 你没有学习上海论的动力 我们目前 我们中医界 包括上海学术界 上海论学术界 存在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辅导 就是 就是我们很多的中医 很难趁下心来读书 趁下心来临床 趁下心来体会总结 不是这样 现在有点浮躁 这个追名逐利 这个东西影响比较大 这对我们学习和理解 中医学 特别是学习和理解上海论 是 你要真正这样的话 浮躁的话 你做不到的 还有一个 整个的学术界 中医学术界 都浮躁到最严重的地步 到处都是大师 这个 国家主义管理局 评显的 全国性的 国一大师 那是真正的大师 你比方说 我们山东 第四届国一大师 王新路教授 那是我的大师兄 他提出来了 血浊理论 和脑血辩证体系 这个为中医学的 学术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才是 名副其实的 国一大师 但是呢 我们 有很多 不是国家主义管理局 评显出来的 国一大师 是自己标榜的 大师这个词 本来是样于非常尊敬的一个词 但是呢 有点变文 有点变文 这也是一个浮躁心理的 一个表现 一个表现 我有一次讲座 我还讲过 我说 我呢 学问很差 离大师的水平很远 但是呢 谁要叫我大师 我不高兴 我还没到那种地步 我会当场反驳 你才大师 你们全家人都大师 用水上说 我是不高兴的 所以呢 浮躁是现在我们 整个中医队伍里面 目前存在的一个挺大的问题 就很难趁下心来搞学问 搞学问 第二个呢 目前我们中医界存在的问题呢 是区解 这就是四个问题了 四个问题 那我举例 只要表现 你不要说 对教材比较迷信 其实呢 我主编过四部国家级教材 四部国家级教材 四部国家级教材的主编呢 但是在整个这个编写过程当中 我是深深的理解 国家级教材 它的优势 特色 在哪里 同时 它的缺陷 又在哪里 我后面还有谈到这个问题 还有谈到有关教材的问题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 我们在队伍当中 有的人 很崇拜日本的汉防医学 他不知道 日本的汉防医学 最大的问题 是格列了上海论与内经的关系 他们不学内经 因为日本的汉防医学 是从汉代 两个上海论版本 传过传到日本去 才给日本的汉防医学 奠定的基础 就是康平本 和康治本 上海论 因此呢 他不是以内经作为基础 创立的 汉防医学 这样一来呢 他们学习上海论 就采用了实用主体态度 就格列了 和内经的关系 但是呢 我们国内 有的人呢 就非常的崇拜 日本汉防医学的 这些学术观点 就因为内经就是内经 与内经没关系 与内经 这个 因为上海论就是上海论 与内经没有关系 这是非常非常不合适 非常不合适 你不 你怎么不想一想 张荣景的六经辩证 他来源于哪个地方呢 他来源于三一三阳啊 三一三阳这个理论 来源哪个地方呢 来源于内经啊 来源于内经 内经的阴阳理论 又来源于哪个地方呢 来源于不属于医学的 古代阴阳学家 也就是古代哲学家 是我们中医的老祖宗 把古代哲学家的阴阳理论 拿过来了 拿过来之后 我们进行了改革 把四项阴阳 就是太阴 太阳少阳 太阴少阴 把这四个阴阳 又增加了两个 就是两阳和名 为之阳名 两阴交进 为之绝阴 这一下 生出了三阴三阳 这就是张荣景 就把内经的这个三阴三阳理论 拿过来 进行了改造 和创新 一样 开创了什么 六经辩证 六经辩证 所以你要学习上海的六经辩证 你又要格列了内经的三阴三阳理论 那么这个根没有了 你就抛弃了根源 因此你的理解 你的上海论的理解 会存在很大很大的缺陷 有人公开发表文章 讨论三阳 为什么少阳排在阳明之后 当时我看了他那篇文章 我看了之后 我真是 我觉得 哎呀真是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 你看三阳的排列 太阳 阳明 少阳 这样排的 这个排列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呢 如果你按照表里的理论 应该是太阳 少阳 阳明 表 半表 半理 对不对 你应该这样排 结果那不是这样排的 太阳 阳明 少阳 阳明排在少阳之前 说有很多人 学习少阳论的六经排列顺序 他不理解这一点 不理解这一点 然后呢 又抛开了内经的理论 三阳理论的创世 于是呢 发表文章 你知道怎么说呀 他说 为什么少阳排在阳明片之后 是因为张龙景 发现少阳病片 发现的碗 就是他先发现了阳明病 说一点 先写着阳明病 写完阳病之后 又发现了少阳 又写少阳病 因此呢 是因为张龙景 发现少阳病 发现了碗 所以呢 他就排在阳明病之后了 这观点是公开发表的 公开发表 当时我看了之后 我自己都 引不住笑 我心想 哎哟 钟景大师 去世了一千 接近两千年 一千八百多年 我说 张龙景 如果是活过来了 看到你这样的说法 说句实在话 这个大 这个医生啊 就张龙景这个医生啊 就看到你这么 这简直就是一种 没有任何根据的 胡说 就是张龙景活回来了 看到你这么说 马上又能气过去 就气死了 他就气死了 这样研究上岸论 能行吗 我们这样学习上岸论 我能把中庆的本意 抓到手吗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所以呢 我提出的 复杂性变证论治思维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 但是我不是凭空提出来 我提出来的 乙举就是 上岸论的流行变证 上岸论的流行变证 而且我还因为 复杂性变证思维 是解决临床 疑难性疾病的 一个关键所在 就这个思维方法很重要 他临床解决的 不是常见病 多法病 而是复杂性疾病 和疑难性疾病 第二 我还因为 复杂性变证思维 你掌握的程度 是判断 上工和中共的一个标志 中共的一个标志 我后面还要谈这个问题 还要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 如果喜欢学习上岸论 一定要把 为什么要学上岸论 这个大题目 放在脑袋上面 然后呢 来解决实际性的问题 解决实际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 好 我今天的讲座 首先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 商业论的精华是什么 这个 这个没问题 对 这个我刚才讲了 下面我讲 中医的辩证论治思维方式 是什么 我们教材讲 主要讲辩证论治 其实我因为 有点骗名 因为有一个制法 他没说 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中医临床的辩证思维方法 有两个 一个是辩证论治 这是好意味 第二个呢 是什么 对症疗法 换句话说 对症疗法就是不辩证论治 也就是说我们中医 我们干中医的 我们对中医的临床 思维方法 我们得知道 你不能光知道辩证论治啊 你得知道 我们中医还有一个方法 是对症治法 而且这个对症治法 和吸医学一模一样 用吸医的 就是抵抗性治疗 我们中医院 也有抵抗性治疗啊 也不只是辩证论治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 辩证论治 应该分两个层次 我把它分了两个层次 但教材没有这样分 但是我认为呢 是两个层次 这两个层次怎么分呢 有一个专用名词 叫做知常答辟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啊 你可以从这个专用名词上 分就行了 知常 就是讲的一般性的辩证论治思维方法 答辩 就是讲的复杂性辩证论治思维方法 也就是说 中医讲辩证论治 应该分出两个层次来 这个呢 教材没人还讲 我们大家也不知道 我们大家也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呢 给大家讲这个概念来 但是我的重点 能严实讲 要讲复杂性辩证论 复杂性辩证论 大家必须得明白 我们中医临床 是两种诊疗思维方法 千万别 一说就是阿顿真治 都知道这一个 这是不合适的 这你对中医的理解 是有所片面的 这个不愿意 用教材去这样讲 好 下面呢 我就开始讲 第一个治法 就是对政治法 对政治法 也就是不辩认论治 不辩认论治 我在讲这个治法以前 我先讲两个问题 我从问题 作为一个开始 第一个问题 我要问了 你说 西医 是不是也变成认知 你肯定说不是 你为什么呢 因为变成认知 是我们中医学的特色 你西医怎么 你西医怎么还有变成认知 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 西医有本书 叫做症状健编诊诊诊学 临床的 在医院的 他们都有这本书 你仔细看一下 症状健编诊诊学 得诊疗思维方法 他和几乎要略的 辩证思维方法 基本上是类通的 基本类通 那我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发烧了 找西医去看 西医人家首次的研究 什么原因起的发烧 是感染呢 还是自身功能失调 引起的发烧 那么好 判断最后 经过查 复查 化验 发现 哦 是感染 那么好 是细菌感染呢 还是病毒感染 来再进一步的查 来最后确定 是细菌肝炎 好 那再查 是格兰性阳性菌肝炎呢 还是格兰性阴性股炎 最后 找出 哦 是这个细菌 引起的 感染 引起的发烧 那么好 就要 用一用 对这个细菌 非常敏感的抗生素 来进行治疗 来进行治疗 你想想 是不是这边 西医是不是这么一个思路 好 如果是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这个思路 难道不是辩知认知吗 和我们中医的辩认知 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尽管西医不说这个词 他不说辩认认知这个词 但是他的诊疗思维过程 和我们中医的辩认知 没有多大的区别 没有多大的区别 因此呢 我举这个例子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就是西医也辩认知了 西医辩认知 你如果认可了 那好 写着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今天中医辩认知 西医也辩认知 那么我们中医人还能说 辩认知是我们中医学的特色 这句话能成立吗 对不对 我刚才讲了 什么是特色 我具备的你们有 可是我们教材 讲得非常清楚 整体观念 辩认知是中医学的特色 那么成立吗 这句话 你仔细考虑考虑 但是我告诉你 这句话成立 教材没说错 因为一般性辩认知 中西医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呢 西医学缺乏的是什么 复杂性辩认知词 这就是我们中医 敢说这句话 就能说这句话 你最主要的根据所在 所以我们可以说 辩认知是我们中医学的特色 我为什么能说这句话 就是因为 我们中医的辩认知里面 含有复杂性辩认知思维 这个是西医不具备的 西医学不具备 所以呢 仔细考虑考虑 大家仔细考虑考虑 好 好 我再讲第二个问题 我们唱上讲句话 说我们中医是辩认知的 这个西医那是头疼之疼 脚疼之脚 那我现在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你说我们中医 难道不是头疼之疼 脚疼之脚 那病人来了 假设今天你坐着来了个病人 你慢慢说 你怎么不好啊 大夫啊 我头疼 好 脱了行 来 我治你的脚 你这样看病吗 说我们中医啊 能言是头疼之头啊 也头疼 也脚疼之脚啊 你看我这举这个例子 举这个针灸的例子 针二十穴 什么是二十穴呢 哪个地方疼 哪个地方就是二十穴 别的说 哪疼 扎哪 那么我问问你 哪个地方疼 你扎哪个地方 你这 这里面有辩证吗 没有啊 这就是典型的对症治疗啊 典型的对症治疗 难道你说 真二十穴 不是中医的治法 它是中医的治法呀 但是这没有辩证人治里面呀 没有辩证人治 这就是一个对症性的治疗 也就是对抗性的治疗 所以我们中医呢 在临床上 比方说头疼 我们脑子首先想的 能言是治头啊 脚疼能言是治脚啊 治好一门 这是常规思维 这是常规思维 当头疼治疗 不管用的时候呢 我们中医有病在上 取得下 病在下取得上 病在右 左取得右 病在右取得左 好 复杂性变成思维方法就来了 就来了 因此 我们中医呢 也是头疼治疼 脚疼治疗 你不要否认 你不要否认 因此我这里的结论 就是对症治法 也是中医的治疗方法之一 但是你得明白 我们尽管对症治法 我们中医也有 对不对啊 但是你必须得明白 病人论治 能言是我们中医的特色 这个东西你不要 这个并不是矛盾的 但是你硬是 对我们中医的临床上 硬是 你怎么 你得全面 你得全面 你不能一说中医来 你就光知道变成 这不合适的 你得中医的 硬是 就做片面 就做片面 说我希望大家 注意这个问题 注意这个问题 好 我通过对症治法的解释 那么我就要有三个质疑了 这三个质疑呢 我都是对这教材 都是对教材 我不刚才讲了吗 我们曲解中有一个 就是明星教材呀 教材只讲辨论治 是中医学之特色 这个理论成立吗 你必须得明白 而且你还得说出理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西医都辨论治啊 既然中西医都辨论治 那么你怎么能讲 辨论治是我们中医学的特色呢 根据何在 你心里必须得明白 这是第一 第二 教材只讲辨论治 不讲对症治疗 合适吗 这样你对中医的临床 诊疗思维 是片面的 尽管你讲了个主要的东西 你辨论治 确实是主要的东西 但是呢 你讲的不 你把对症疗法 你不讲了 你抛开了 第三个 教材只讲思外揣内 不讲思内揣外 准确吗 这个我后面还有给大家讲这个问题 因为思外揣内 思内揣外 这是内经给我们提出来 原者 思外揣内 近者 思内揣外 这是内经讲的 我们中医临床的两大 诊疗思维之一 两大诊疗思维 结果我们教材只讲一个 只讲思外揣内 不讲思内揣外 甚至我们很多学习中医的人 都不知道思内揣外是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 所以对中医的理解 一直是片面 不讲这个肤浅和深刻的问题 就光全面 就是都没做到 一直是片面 这是非常非常遗憾 非常非常遗憾 好 这三个志异 大家可以作为思考问题 回去 梳梦梦梦吧 梳梦梦 好 这是对政制法 我就探这些内容 我希望给大家能纠正一下观念 你得知道 我们中医除了变症认质 还有对政制法 还有对政制法 这也是我们中医的 临床的治疗方法之一 你不能给摸杀了 这不合适 好 下面我探第二个 变症认质 我在讲变症认质的时候 因为我提到变症认质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一般性变症认质 一个是复杂性变症认质 其实呢 你如果用一个名词 来作为 这个分类 那就是 职场打变 你把这个词记住 就行了 一般性变症认质 讲的就是职场 就是职场 复杂性变症认质 讲的就是答辩 就是答辩 我先讲职场的问题 我先讲一下职场的问题 我先谈一下 一般性变症认质 什么叫一般性变症认质呢 我给他下个概念 在这上面 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运用常史常规 常法常理 来分析和处理 临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他的对应的 就是一般性变症认质 对应的就是常见病和多发病 我们必须得明白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中医学 内外富尔科教科书 就是教材 他所讲的 就是典型的一般性变症认质 他的基本内容 就是讲一般性变症认质 这我们必须得明白 比如中医内科学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又给中医内科学下个定义 大家看看我这个定义 下是对不对 中医内科学 其基本知识结构 主要是认述 内科疾病系统当中的 大家把后看 常见疾病 常见病因 常见病行 常见病机 常见主政 常用治法 常用方计 常用假计 等等 你看 你看出来了 没离开那一个字 哪个字呢 长 就是长 所以我上次讲 一般性变症认质 讲的就是直肠的问题 讲的就是直肠 这个大家 你要说直肠难道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直肠和答辩 尽管是 是丙列关系 但是他俩不真 从本质上 他不是丙列关系 大家必须明白 直肠和答辩是递进性关系 你就在直肠的基础上 你才能做到答辩 我们必须得明白 它是递进关系 它不是丙列关系 这个我们必须得明白 好 这是一般性变症认质 我就谈这么多 因为我今天讲的 重点不在讲这 好 下面呢 我就谈今天讲座的重点内容了 就是复杂性变症认质 也就是答辩问题 什么是复杂性变症认质呢 大家看 我做了一个概念 就是指着运用复杂性变症认质 思维方法 搞不理 哪些方法呢 具体的是变法 横动 整体 相对 发散 室内变症认质 等等 就是用这些思维方法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的是分析和处理临床的 什么问题呢 疑难性问题和复杂性疾病 不是肠心病多发病 肠心病多发病 用肠法 就用一般性变症认质思维 而复杂性变症认质思维 它所对应的 就是临床的疑难性问题和复杂性疾病 换句话说 你如果脑子里不具备复杂病的思维 那么临床上 你就没有处理 疑难性疾病和复杂性疾病的能力 你不具备这个能力 就是你那个脑子 就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单纯 僵化 非常单纯僵化 这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 肠心病多发病你没问题 你肯定能处理 但是一旦出现一旦性问题 你处理不了 处理不了 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复杂性变症制 是因为六经辩证 我认为六经辩证 它就是讲的复杂性变症 而且六经辩证的精髓 就在于允含着丰富的复杂性变症思维 你看我提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商人的精华是什么 大家肯定同意说 六经辩证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六经辩证的精华是什么 很多人说不出来 那么六经辩证的精华是什么 就是他蕴含着丰富的复杂性变症 为什么学习商人非常好的中医 就对商人非常感兴趣 学习商人学的非常好的 你看看这一类的人 这一类的中医 临床水平都挺好 为什么呢 因为张普永的思维 就内经的六经辩证的复杂性思维 在他脑子里 在发挥作用 所以我最后那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商人论呢 我们学习商人论的目的 就是为了掌握复杂性变症的思维方法 那么我为什么要掌握复杂性变症的思维方法呢 那就是为了临床解决什么 解决临床的复杂性和依赖性疾病 就这样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们学习商人的重点 就应该在复杂性变症的思维方法 所以我下面呢 就是要是要给大家 开始举例说明 因为这个因为要是实践的关系 这个我不能我不能要是这个 不能要是把所有的内容全部全部讲 我就讲 因为这个有六个内容复杂性变的思维 我就讲第一个最后一个 第一个是变法变的思维 最后一个是思念变的思维 我就讲这两个内容 因为实践的关系 因为实践的关系 好下面呢 我谈第一个问题 我谈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变法变的思维 他所对应的就是长法变的思维 我举商人的例子 大家看一看张主警在商人当中 是如何展示 和删发变法变的思维 我们必须得理解张主警的思路 必须得理解张主警的思路 你看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协作体力 就是最表层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是我举个病机的例子 我先讲协作体力的矩阵 这是商人最表层的东西 我们从这个最表层的东西上 我们都能看出张主警的思路 张主警的思路 什么思路呢 知常答辩 就这么个思路 就这么个思路 好大家先看体力矩阵 商人有好多的方证 张主警是用两代条文来认述 用两代条文认述这一个方证 你看大青龙汤338条39条 小青龙汤40条41条 父子汤304305条 汤王汤306307条 白头红汤371与373条 你看他都是用两代条文 而且这两代条文基本上都是 丙列排在一块的 除了白头红汤 中间还隔了372条 在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的 你看一个方证 你为什么要用两代条文来阐述它呢 你张主警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用一代条文刷不行吗 你汉代 你没有纸 你写文章都是简书 都写在竹简的上 就这么大一块小东西 你还得用两代条文来阐述一个方证 说我们必须得理解 张风景 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伤寒论 为什么要这样写伤寒论 我们通过对比 我们一下子发现 发现什么呢 张主警用两代条文来阐述一个方证 这两代条文 一个讲长 一个讲变 也就是说 说来说去 张主警在告诉你 知常大变 就这么简单 因此 你必须得读出来 你得理解 中警的含义 他的本意 否则的话呢 你就根本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方证 用两天条文来描述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青龙唐 大青龙唐 38条 讲大青龙唐证 长 因为第一条 讲的是长方 大青龙唐证 大家知道 这是太阳伤寒重症 大青龙唐 就是麻黄唐的 加减发 被麻黄 加时高 好 十年大早 大青龙唐证 也属于 太阳伤寒症 只不过 他是太阳伤寒重症 重在哪个地方呢 他不单 具备了太阳伤寒的 主要症状 38条都做了描述 身疼痛 武汉 卖伏击 把太阳伤寒的三大主症 都做了描述 唯一的一个 与麻黄唐证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多了一个烦躁 烦躁 大家知道 烦躁是个热症啊 烦躁 旁边不是火的旁吗 这是 新火旺 热药心神的 一个症状 这在太阳伤寒症当中呢 是不应该有这个症状的 因为这是个理症啊 而且太阳伤寒症感受的是寒邪 你这个烦躁是个热症有 又是个热症 这是讲的什么问题呢 当中警察告诉我 最典型的太阳伤寒症 就是感受寒邪太重 那么他的荣誉寒致什么呢 寒致灯笼病 就是寒臂机表 阳气内瘀 瘀而化热 热妖心神 因此出现残葬 出现残葬 但是 这个病级的主导 能言是太阳伤寒症 而且还是太阳伤寒重症 重症 因为不是寒气很重 肤表不会毙的这么结实 是体内的阳气 一点也出不来 全部预在里面 预示产生了烦恼 所以38条 就做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描述 而且呢 方耀我们一看 也非常的好理解 非常好理解 为佣麻煌 干什么 太阳发汗呢 是体内的阳气外有出路 已经有了内热烦躁了 怎么办呢 加石膏 加石膏 按道理讲 烦躁应该用黄连呢 烦躁是新火旺 对不对 应该用黄连呢 为什么不用黄连啊 用石膏啊 因为石膏是心寒的 他不但愣清 他能透热 也就是说 他把里热给散出去 说呢 张婷景 用石膏 这就组成了什么 大青龙堂 组成了大青龙堂 这个有一天呢 当我讲到 当我讲到给他们讲 当讲到大青龙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日本人 就提出来了 我问 我说 为什么叫大青龙堂啊 为什么叫这个方名啊 我还没开始讲 他就说 说老师 我先说说吧 我说那你说吧 他就讲 龙啊 在大海里 在大海里 就是把中医的神话 讲出来了 龙在大海里 烟魂呢 是 这个青龙汤啊 是 龙 身高 空中以后 一张嘴 哗 那个雨就下下来了 就发汗了 汗就下下来了 然后 讲完了 这些我的意见 说老师 我讲的对不对 我说 你讲的不对 讲的不对 你这是从 从水的角度来谈 有这个意思 但是呢 你没有完全讲对 青龙是东方之神 东方之神 青龙在这里的含义 非常清楚 东方就是悬散的 因此呢 青龙的含义 非常清楚 就是发汗 就是发汗 很清楚 所以呢 这就是38条大青龙汤 那讲的非常 全都是常规常法 很好理解 你学完了麻黄汤 你再学大青龙汤 很好理解 好 39条 脉不负紧而缓了 身不疼而重了 你看 脉负紧 他要上汗的主脉啊 身疼痛 他要上汗的主症啊 但是39条 脉负缓 身重 就是身上不疼而沉重 而且还来了一个句 五少阴症者 就是你还得和少阴 韩正 作为一个鉴别 说你你看 从脉象到症状上 与太阳杀还没关系啊 这不是太阳杀韩正啊 但是 最后那句话 张婷非常明确的 而且强调性的告诉你 这就是太阳杀韩正 为什么呢 他不是说大青龙汤 发的 这个这个这个 主制他说大青龙汤发制 你看 用一个发字 比那个主字怎么了 强调的 还要重要 什么意思呢 发害 发害 你看 不是太阳上汗症的主症 但是呢 却强调了 大青龙汤的发害 这是干什么呀 因此39条大青龙汤症 是上汗人的一个争论性问题 为什么争论呢 他违反常规了 他讲的是变法 讲不变 讲的是 太阳杀韩正的 特意临床表现 或者说 是韩史预表的情况 就是用水史预表的情况 不光是韩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用大青龙 就有内心的 什么意思呢 开鬼门的含义了 开鬼门的含义了 所以呢 38条 不难理解 难以理解的 就是39条 一个讲长 一个讲变 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好 这个你看 这是从 调文 表层 书写的体力 你都能看出 张景的 知常答变的思路 我下面再举 病机的辩证 大家看 我举了三个 烦躁 我刚才讲了 热症 大青龙汤 烦躁 那不就是内热吗 所以呢 但是张景在 烦躁这个 主政里面 他警言 他即讲了 热腰的烦躁 他还讲了 羊血的烦躁 贵之甘草 弄过目的 新阳躯 烦躁 你看 即讲了热 还讲了寒 即讲了食 又讲了虚 又讲了虚 是你对烦躁这个症的病机 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当然了 热腰烦躁是长 临床见的最多 而羊血烦躁 是变 为什么 临床少见 还有疼痛 我们临床见的 常常讲疼痛 最主要的病机是 不通色疼 杀人大量的疼痛 特别太阳杀痕症 深疼 那就是不通色疼 寒宁经脉 邪落不通 就是到处深疼 但是 张景还讲了 贵之心价疼 那是不容则疼 就血虚深疼 你看 讲了不通则疼 然后又讲不容则疼 讲了一个食证疼痛 又讲了一个虚性疼痛 一场一遍 讲了多好 讲了多好 好 最后一个 账满 辅账 大家知道 辅账是气质啊 对不对 所以辅账在临床上 90%以上都是实性账满的 因为气质才会生成 才有账满感觉啊 你气质不实证吗 但是张景在整个沙漫上 论了大量的账满的病症 全都是实证 尤其是 尤其是 最典型就是杨美病 杨美病 但是呢 他偏偏讲了一个 虚性账满 那就发后 服账满者 后部生姜 半夜干草 一人糖 这属于太阳病 坏病 属于坏症 就辩证的那个 范美 这是一个虚性账满 你看 内心 讲 理气 嚣张 出满 这是常规治法 这好我认为是常规治法 但是内心又讲了 这讲的什么 这就是变法治法呀 这是对着虚性账满 设置的一个治法 你看张宁 没说CNC用这个词 但是呢 他用这一个证 用这一个方证 就后部生姜 半夜干草 一身汤 这个方证 来证明了 虚性账满 在临床是有的 你要注意 这种账满 你得用补法 来销量出来 也就是内心讲的 CNC CNC 所以你看 这是病机的 一场一变 就告诉你 你要职场大变 那我讲的这三个 你看 烦躁 疼痛 胀满 这是临床最常见的 三个证 最常见的三个 在上下列上 张景的论述 确实让你 对这些病症 有一个完整 全面完整的 和辩证的理解 和辩证的理解 真不愧是医生 真不愧是医生 说你把上列学好了 你在临床上 会少犯很多很多的错误 我下面呢 就举一个议案 来证明一下 我犯的错误 我犯的错误 就是光之常 没打变 一定是这种错误 这是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好 下面呢 我谈这个问题 谈这个问题 一个40岁左右的 女的中年妇女 慢行为严 慢行为严 这个 到福院去找我看病 我那时候正好在笑话课 这个 他这个慢行为严 他就医了主政 这样吗 而且 非常严重 严重到什么地方 晚上都不敢吃饭 即使这样 晚上都胀了 睡不着 但白天好 白天一般的 不太胀 就是晚上 晚上胀得很厉害 很厉害 当时我摸他卖 一摸 昨卖呢 是悬的 又卖是沉弱的 又卖是沉弱的 当时呢 一看那个情绪很烦躁 那个压力很大 所以当时我一下子 非常典型 从脉象上也正问这个问题 非常典型的 肝息繁围 非常典型的肝息繁围 这是当时呢 我就用 拆股树干扇 出了个房子 我开了三副 我手要是 我给你开三副药 给你吃吃 吃之后呢 不会就不会太胀了 这个是吃完了 你再过来 我再给你 要是再复诊 再看看 我再给你开了三副 拆股树干扇 你想想 这个诊弹呢 我是按照常规思路诊弹 情绪 账外 属于实证 脉象 也都证明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这个诊弹 应该是没错的 我完全按照常法思路 做的诊弹 第二天 我刚上班 我刚坐下 这个笔号就来了 这到我真实 带了一个袋子 把以前的那些病例 都带来了 这次不错 把原先的病例 都带来给我看 你要跟我说 昨天晚上 我开的房子 喝了一碗药 结果那一夜 没睡着 就胀大 一夜没睡着 早晨这一晚 不敢喝了 他就喝了一碗 当天晚上熬好药 熬了两碗 不是吧 就喝了一碗 结果呢 这样一夜 就一直到天亮 没睡着 然后呢 最后呢 他把这个袋子里面的病例 都拿出来了 说江大夫 你看看 我以前找了不少的大夫 看 但是我这个病一致 没治好 吃很多药 都没管用 以后呢 我再开始翻弹 这个病例 我一看 发现了 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前面那些医生的思路 几乎和我一模一样 基本上都是 书干 李气 和伪 小丈 出来 全是这种制法 全是这种制法 但是呢 结果和我也一样 效果都不好 你知道这个病患 为什么让我有很大的压力呢 他在讲的过程当中 他姐爷呢 哭了 掉泪 哎呀 在我面前 哗哗的哭啊 怎么哭呢 为什么哭啊 他给我说 他说 这个大夫啊 我为了这个病 我现在呢 和老公 要离婚 当时我 说的我 我很难理解 哎 这怎么了 还能影响了夫妻感情呢 怎么 怎么还要离婚呢 当时我都问 我说 这这这这这为啥呀 他都给我讲了 因为他晚上 是睡不着的 就肚子 到了晚上躺下来之后呢 那肚子鼓起来了 就是个胀气啊 一下子起来了 那肚子鼓老大 就胀的你睡不着 吃药不是也不管用吗 我给他开的药吃了 这样的更严重了 就一个方法管用 什么法呢 就是按摩 就是开始是自己躺下 自己磨 但是自己磨这个肚子 使不上劲 所以呢 他就让他老公给他磨 他老公啊 你想这个力量 男的力量大呀 老公还是给他磨 大是磨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呢 这个拍拍器就放几个屁 哎 自己觉得肚子轻松了 然后呢 就能睡着了 所以呢 几乎是天天晚上 他老公 他给他按摩多 而且呢 一磨就在半个小时左右 一磨半个小时左右 大家想一想 我们唱了一句话 酒病无孝子 他酒病也无闲夫 你说天天晚上磨 他老公啊 就就就就有点压力了 你想 他这个女的睡不着 就心情啊 很烦躁 肚子胀得了不得 然后呢 他老公磨着 给他磨着肚子 就发牢骚 你怎么回事啊 哎 这是哪 什么病啊 这怎么吃药 也不管用啊 这天天晚上 他给你按摩这个肚子 他老公就发牢骚 他本来就很难受 这样子也睡不着 他老公这一发牢骚了 他也火了 于是呢 两个人都吵起来 这一吵 坏事 他老公 罢工了 不给他磨了 而且上另外一个屋 睡觉去了 两个人呢 好几天晚上 不在一块睡 就分屋睡了 他老公也不给他按摩了 所以说到这之后呢 哎呀 大了也哗哗地往下掉啊 就是 就是两个人要离婚 要离婚了 所以当时呢 确实比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我想你看 就是个慢性未严呢 这次还到了这个地步 所以呢 我看了一下 前面的病例 和我的思路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又反复地摸他的脉 然后呢 又反复地问情况 后来 一下子想到了 他右脉 是沉弱的 左脉是沉弦的 左脉 用肝脉在左呀 这个 我在你的床上 有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的病化 是不孕症 现在的不孕症的病化 还是比较多的 我跟你讲 现在的女的 哎呦 这真实上是温柔的 少了 为什么 你磨脉就磨出来了 你一磨了个右手脉 哎 越点沉弱 我常常讲 哟 我说 你没得有劲啊 江大夫 是啊 然后一磨了个左脉 哎呦 悬得很厉害 我说 有个事 你挺有劲的 他说 什么事啊 我说 朝下打仗 你有劲 然后他都捂着嘴笑 他说 江大夫 你怎么知道啊 确实是这样 有好多的女的 就是 就是三十多岁 到四十岁左右 这些块 是这个状态 就是脾胃气虚 就会是整体气虚 但是呢 干去欲紧 那干去欲紧 干活往生 干活往生 当时呢 我反复思考 最后 我一下子想起了 张文景的 后部生涯 八亚干草一阵 他这个虚章 虚章章的 我这理解了 我们前面 包括我在内 包括前面的大夫 我们都错了 我们都以偿概变了 就是用常法考虑问题 而忽视了变法思维 这应该是个 后部生涯 八产干草一阵 当时我也讲 转来我给你出个小方 两眼一小 你给我慢慢吃 我能把你这个账 给你治好 我说 另外你平时再注意一下 自己的情绪 答应了 肯定不要离婚 离婚不合适 然后呢 后部生涯 拌下干草一阵汤 我没有做多大 都是六克 量都比较小 就加了几味药 然后呢 三个月 汤药吃了三个月 三个月呢 晚上 基本上他老公 不用给他按摩了 都睡着了 就这样的不那么厉害了 但是还不敢多吃 这是事实 后来呢 我又给他调调方 又吃了三个月 就半年 基本上不占了 基本上不占了 就是在临床上 属于临床之欲了 但是我还怕他那个病再复发 后来我做的衣料 驴的这 小水丸 又吃了三个月 又吃了三个月 他最后吃完了 瘫过来 还要再吃 我说可以了 不用再吃了 他还怕 他说哎呀 我这个病 多亏你给我治好了 我再试试 我这个也不用喝着苦药汤了 真好 我说难好 后来我又给他做了衣料 但这会做的少 就吃 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最后把这个病 这个虚性章满 彻底给他治好 我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今天顺便讲一下 也还有个故事 我为什么这个病 我想到了 是个虚性章满 也受老师的影响 李克少先生呢 当初呢 他给我讲了一个病例 一个农村的人 辅账 还是一个干 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公社 就是乡镇的一个干 辅刑账 北京上海的大医院 都去查过 吃了很多的西药 一致结果了 中药也吃了不少 最后打听李克少先生 耗之怪病 就从农村来了 就到李克少老家去了 到他家去 去看 李老呢 也是摸了摸麦 又看了看以前那些 出的方 病例什么的 李老最后说 说我给你出张方子吧 你吃吃药试试 你做梦都想不到 李老出了张什么房子 脱炒白猪 30克 就是没长方子 就是因为要 脱炒白猪 一两步 30克 要还给你讲 我给你开的这也要 你每天该怎么煎怎么煎 就每天要煎25到30分钟 也要煎两碗 早上喝一碗 晚上喝一碗 我给你讲 一个月 你喝上一个月以后 你这个浮胀 可能能发挥作用了 就是能够不太胀了 要你再 如果是症状减轻了 你再给我喝一个月 这个病人 开始他不想喝 为什么呢 他因为我这么重的病 北京上海找了那么多大专家 你竟然给我开一个药 就光熬制一个药 而且这个药 以前有的大夫也给我开过 所以他因为 李老是糊弄他 说就没吃 回家很长时间没吃 后来这样的实在是不行了 想想 哎呀 又把李老这个方子拿出来 上药店就抓药了 试试试 就咬牙坚持 结果还真是这样 吃了一个多月 扶账开始减轻 呀他非常高兴 接着呢 又煎了一个多月 扶账 基本上有一大半 都要是 消失 到最后啊 为什么要是李老老说 讲给我听 就是最后啊 就是 就用这个方子 就把辅账彻底治好了 后来呢 为什么他李老呢 想到这个病例呢 因为他专程领着他孩子 啊 到李老家去 表示感谢 啊 而且啊 进门让孩子下跪 磕头 啊 下跪磕头 啊 你仔细想想 你仔细想想 李哥少老 为什么对这种扶账 要用一味 吐槽白猪 要治了这种扶账 啊 啊 李老跟我讲 已经到了虚不受补的 那个程度 就是虚性账满 又发展到虚不受补的程度 那个情况 啊 所以呢 一味吐槽白猪 治好了这个万物性负战 啊 我也是受老师的 这个教育 啊 和启发 也受了张忠景 后部生疆半夜干草 认识他的 啊 这个教育 所以呢 我今天在这 讲给大家听 啊 我们得理解一下 张忠景 啊 你看整个商业令 啊 他令数的变成思维方法 啊 讲得非常好 就是知常和答变 呈下答变 常法 我们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都能够掌握 我们临床上忽视的 常常是变法变成思维 是我希望大家在临床上 啊 当你开方子 按照常规思路开方 如果不管用 效果不好的时候呢 你应该用变法思维来考虑问题 这一定是你的思维发生的问题 就你的诊教思路发生问题 啊 好 这是关于 啊 这个复杂性辩证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变法 变成思维 下面 我在讲最后那一个 啊 我在举例 讲最后那一个 啊 啊 最后这个呢 叫做思内变成思维 啊 他说对应的 就是思外变成思维 思外变成思维 啊 这个 在讲这个故事以前 啊 我 为什么这个这个内容呢 让我很重视 是因为有一个事情 引起了我的 注意 他出了两个题 啊 因为王兴露教授呢 啊 他是搞神经的 神经课的 啊 因此呢 啊 他出了一个西的题 出了个中意的题 西的题呢 就是 神经内科的一个 西神经内科的一个题 啊 中意的题 就是内经的一句话 啊 就是原者 思内 揣外 近者 啊 原者思外揣内 近者 思内揣外 就这句话 就你解释解释 这句话什么意思 除了一个中意的题 一个西的题 一个中意的 一个西的题 但是 考考试完了 当时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吃惊 啊 我真是没想到 啊 就我们的学生 是这么一个程度 这么一个情况 啊 当时这三个面试的博士 啊 西的题 全部都打对了 都打对了 啊 因为他们知道 啊 这个是 王兴露教授 啊 这个因为他 他 他的主要的是 啊 神经 啊 神经 还是 这个科尔 里面的一个 专业方向 所以呢 主要是内容 是那个 说是学生们的 都把那个内容 学得很好 三个人 西的那个题 全打对了 但是 三个人 中意这个题 就内经讲的 原指者 思外揣内 近者 思内揣外 就这一句话 来你解释解释 什么意思 这个题 一个打对的没有 其中有一个学生呢 他更让我吃惊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老师 你是不是在考验我们 我们中医都是 思外揣内 哪了 思内揣外呀 你是不是 那个意思就是 这不是内经的原话 是你 你故意弄了这么一个话 来考验我们 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是他从来没有听说 思内揣外 这个词 这个词 当时确实让我很吃惊 三个学生 一个打上来的 一个打上来的 最后 打完了之后呢 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三个人 在那讨论的时候 大师兄还跟我说 你说要哪一个合适啊 然后呢 我都笑了 我说 西那个题 三个都答对了 那三个你都能要 你都可以要 终于这个题 三个一个打对 你没有 按照这个题来讲 这三个一个也不能要 然后他也笑 最后我说 要哪一个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是说不出来的 我说不出来 但是 这个词 给我的刺激 是比较大的 后来我才发现 不愿学生 愿谁呀 愿教材 因为我们的教材 只讲 寺外传对 从来不讲 寺内传对 从来不讲寺内传对 这真是不愿学生 因为教教师就这样讲的 但是呢 内经 却给我们的临床诊疗思维 讲了两个内容 就两条思维方法 但是我们的教材 只讲一条 就是寺外传对 而把寺内传对 抛弃了 抛弃了 你想一想 而且 抛弃的这个寺内传对 是最能体现中医精髓 和中医特色的 一个真理上的诊疗方法 你把最宝贵的东西 反而抛弃了 教科书 教科书 因此呢 我在这里 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做一个补充 因为私立辩论思维 它也属于 复杂性辩论思维的内容 复杂性辩论思维 好 下面呢 我先举理论上的例子 我举三个例子 其中有两个 是张人景的 第一个例子 金无妖略 大家看 金无妖略讲 见肝治病 治肝穿痞 当下是痞 这句话 金无妖略教材上 讲 这是 讲的 治为病 其实呢 错了 没说到点子上 这句话 不是讲的治为病 讲的是那边的四美 可惜我们教材 金无妖略教材 也没有这样讲 也没有这样讲 大家看一下这句话 你们背的恐怕 比我都熟 见肝治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面的症状体征 外面的症状体征 是肝病 肝病应该治肝呢 按照常规常法应该治肝呢 这结果呢 不止肝 当下是痞 这是违反常规的 违反常法的 第一个治法 你见肝治病 当下是痞 有这样的治法吗 这不非常反常吗 好 张平 跟你讲了 道理所在 为什么 见肝治病 要当些是痞呢 要治痞呢 是因为 治肝穿痞 中心这句话 就是讲的根据和道理 根据和道理 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讲的是什么呀 这是这个辩证的根据是什么呀 是根据外在的症状吗 不是 外在症状是肝病啊 这是根据脏腑关系 根据脏腑关系 就是要是 大家看 什么叫私立辩证思维 我下的定义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是指 运用非思外编证思维方法 如 脏腑关系 气血关系 阴阳关系 体液学说 体质学说 五行学说 并且性质等等 用这些东西 来分析处理临床的 肆大性问题 与外在的症状体征 也没关系 你看 他运用的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思内编证思维啊 你看这里讲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脏腑关系 第一个内容就是脏腑关系 治肝穿皮 你说这是什么关系 这不是脏腑关系吗 我根本没有按照外在的症状和体征 来确理脂肪 因为根据外在的症状体征 就是肝病 当心治肝 结果呢 不 当心是皮 那么根据何在呀 根据肝皮关系 就根据脏腑关系 而设立的治疗方法和厨房荣药 这就叫做室内编证思维 就与外在的症状 没关系 外在的症状 不是室外 揣内 不是室外揣内 是根据脏腑关系 而确理的治疗原则 所以呢 大家必须得明白 金属腰略这句话 讲的是复杂性变成思维 里面的 私立变成思维 我们必须得明白 我们教材 没把这个内容讲出来 没难得 这是非常遗憾的 非常遗憾 好 我再举个例子 上海论的例子 上海论的例子 我们把治疗中交的 四个方子 把它横起来 就是横向 做一个对比 治疗中交病 上海论治疗中交病的 有四张方子 半夏县一汤 黄连汤 宣服带着汤 小柴户汤 这四张方子 都治疗中交病 是不是啊 半夏县一汤 治疗腺痺 黄连汤 治疗胃热脾寒 宣服带着汤 除了治疗腺痺 还治疗意气不足 就是为其上腻 小柴户汤 也是中交病啊 胆呢 胆不在中交吗 这治疗少阳病 也在中交啊 你看这四个方子 都治疗中交病 肝胆脾胃 对不对啊 你把这四张方子 横着拍起来 你会发现 很有趣 怎么有趣呢 第一 这四张方子 都治疗中交病 这是相同点啊 第二 这四张方子 都治疗时症 你看 半夏县一汤 腺下皮症啊 时症啊 黄连汤 胃着痞啊 血不带着汤啊 出来腺下皮症 还意气不除啊 小柴户汤 少量病啊 不都时症吗 是吧 都治疗时症 第三个相同点 这四张方子 都用了七味药 都是七味药 回去查 看看是不是都是七味药啊 第四个相同点 这七味药里面呢 都是四味药去邪 三味药腹证 这第四个相同点 第五个相同点 更有趣 那三个腹证的药 一模一样 相同的 阴神大脑肝草 那阴神大脑肝草 那阴神大脑呢 我告诉你 你看 还有趣啊 五个相同点 我告诉你 还有个最重要的相同点 就是后面这四个红字 因为这四个方证 都是实证 但是呢 都用了补药 阴神大脑肝草 它体现了一个什么呢 不虚而补制的 这样一个特殊的 这个不属于长法的 就抛开长法的一个制法 因为内经讲得非常清楚啊 虚则补制啊 你不虚你为什么要补啊 但是呢 这四个方证 都用了一身大脑肝草 所致的都是实证 但是呢 都用了补药 都体现了不虚而补制 仔细想想 不虚 为什么要补制 这是违反常规的 也是违反常法的 第一个思路 所以呢 我告诉你 你真正学习商业论 你真正要理解张经的用心 真是不容易啊 真是不容易 你看这四张方的 方几学士都讲 他都没有把张绿景的本意 给讲出来 把他的核心的东西 给讲出来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大家仔细 仔细体会体会 仔细体会体会 为什么要不虚 而可以补制 我在临床上 什么样的不虚 我可以补制 而不虚 这种实证 我要用补法 我应该如何的运用 你都得理解 你把这个理解了 你才真正是个 会用补的一个中意 否则的话 你不是 你不是 虚择补制 饿着要吃饭 喝料喝水 不一样吗 傻瓜也知道 傻瓜也知道 但是不虚而补制 你能理解吗 但是张绿景告诉你了 所以你堵伤寒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堵出来 那你真是个上路 你真是上路 上路论里面 耍寒的东西 真是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 这就是思内变成思维 因为外面的症状 没有虚证 没有虚证 没有虚证而用补药 什么样的实证 又要补药 你都必须得理解透 完全是违反常规 但是却包含着我们中意的 最大的特色 就是思内变成思 也就是复杂性变成思 我再举个例子 张景若的这句名言 你们背的比我都熟 善补阳者 必于阴中求阳 善补阴者 必于阳中求阴 你看前面有个善字 善补阳者 那就是外面见到的症状 不是阳虚证 对不对 阳虚证要补阳 常规 这不是常规吗 但是张景若说 你要避于阴中求阳 阴中求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大队的补阴药当中 要配一两位养阴药 这是为啥呀 你没有阴虚啊 你是阳虚啊 阳虚我补阳不就行了吗 我为什么要加一点补阴药啊 要来个阴中求阳啊 这是什么道理啊 你这多反常啊 就是因为反常 所以我们中医为什么难学 我们中医为什么我们中医的好多东西呢 非常非常非常的深深奥 你仔细琢磨吧 你仔细琢磨 他和表层的常规的这些东西呢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去体会他 这是根据什么呀 这是违反常规的 你这是根据啥呀 你章琢磨说这句话 要阴中求阳 你这是根据什么呀 还有阳中求阴 这是根据什么呀 就是根据这 大家看 阴阳关系 也就是说 这句话 是根据阴阳关系确立的 这样子 属于私立变成私立的 因为外面全是阳虚症 但是你得加补阴药 根据何在呢 阴阳关系 阴阳的什么关系呢 阴阳忽根关系 我是根据阴阳的理论 根据阴阳忽根的关系 来设立的这个治疗原则 就是这个质法 这个质法 所以你说中医难学不难学 他真是很难学 但是你把这些东西理解透了 你把私立变成私立的东西理解透了 你这个中医水平就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一层 一较高的一层 这是我举的三个例子 大家回去再体会体会 再体会体会 下面呢 我再举个一案 再举个一案 就是我用麻烦汤 治疗脑瘤 术后的一个重度水肿案 一个重度水肿案 我种的 出的这个治疗 我出的方用药和整个思维 没有按 不是按照常规思维来的 用的呢 就是这个 私立变成私立 就是用的复杂性变成私立 一个医院的病号 还是个中年男性 在北京冻的手术脑瘤 回来以后呢 就水肿 按照水肿很严重 我这个学生呢 给我打电话 说江老师 周日星期天 你有时间吗 我们这有个 有个比较是 危重的病号 想请你来 会诊会诊 我说那好吧 以后星期天 然后呢 来车 就把我寄到医院去 到了医院 我说先上病房 先看病人 就到了病房 我去的时候呢 那个病号啊 他有三个主症 第一是重度水肿 肿到什么地步呢 肿到摸脉都摸不着了 那个胳膊肿很粗很粗 肿到这个地步 第二个呢 是神志 世心世妹 就有时候清醒 有时候糊涂的 但是多亏 我去的那个时候 我进到那个病房 我去的时候呢 但他神志还是清醒的 但有时候呢 他是糊涂的 这是第二个症状 就神志 世心世妹 第三个呢 就是胸闷 别气 喘不上气来 最后呢 气管切开 气管给你切开了 这个是 是这样 最主要的三个症状 当时摸脉 摸不着脉 为什么呢 那个胳膊 很粗很粗 因为我问了 西医 也用了大量的西药 来力量消肿 小便下不来 小便下不来 所以水肿啊 一直消除不了 一直消除不了 然后用了 大量的中药 比方说503 这类的 沥水 消肿的药 也都用了大量 也不行 小便 这个下不来 水肿照常是不消退 然后呢 我就看来看情况 然后我就问他 因为他那时候 神志很清醒 我说 你身上最难受的 是什么 是哪个地方 是最难受的 他正如个眉头 用锤打着 排着个胸脯 那个意思 闷死了 我都喘不上气 闷着 然后我问他 我说 胸闷的很厉害吗 他点头 他点头 他就是胸闷 因为他说话 因为气管切开了 说话 这个都不太清楚 看完了之后呢 然后呢 就回到 这个 医生办公室 那学生们都在医生办公室 等着我 因为呢 我说 你们用的什么方法 把病例拿过来 我一看 补中医汤 然后我说 为什么要用补中医汤 他主任说 江老师 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 说话都没有劲 整天躺了一动不动 我们 我们用大量的无灵散 小便也不下来 说我们想 补中医汽吧 所以给他开了补中医汤 我说你不是气管 被人家切开了 你能说出话来吗 我与这个没关系 然后呢 他们就看着我 就等着 你看看 你看看什么方法呢 说句实在话 我当时在病房摸脉的时候 摸不着脉的时候 我脑子里一直在思考 然后呢 我问了一下 大量的西药的利尿药 没有效果 大量的无灵散 这种是中医的沥水 消肿药 也没有效果 说我肯定不能走这个路子 当时我脑子想 他的情况 是有什么样的情况 后来呢 他用锤打这个胸脯 我脑子一下 有点开窍 说那学生们都看着我 看教老师 你开什么方呢 我说那好 来 我出发了 我写完了之后呢 当时的主任 看了之后 都目瞪口呆了 说教老师 你怎么能开出麻黄汤来呢 这不麻黄汤吗 我说是 确实是麻黄汤 生麻黄 为止 朝鲜日 担草 我问我 老师 为什么用麻黄汤呢 用在他们的脑子里面 麻黄汤 知道太阳伤寒症 知道感冒的 知道表症的 太阳伤寒症的 你怎么这么重度的水肿 还是脑瘤手术后的 这么一个病 气管都切开了 你怎么开个麻黄汤呢 当时我给他讲 我说 你们前面 包括西 用的西药 包括中药 脑子都盯在旁方的 盯到小便上 盯到尿上 但是呢 没解决问题 他水肿 理案非常严重 我们终于有个理论 当时我们把内经这句话 背给他们听 我说 硬于胃 由于精气 散经一脾 脾气散经 上位肺 通调水道 下属彷徨 水经四个 古经丙行的 我说内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中医 身体们 有两个水库 一个是下面 以彷徨肾为主 一个是上面 水至上缘 是肺 你们大量的中药西药 一直盯在下面 那个水库上 那个水源上 没解决问题 你要我来 我还能再继续置下面吗 我得置上面 就是我用经验学说 我提护 结盖理论 我要开提废气 通调水道 我说试试 不用用力量药 来 就麻麻糖 吃三分 试试 当时呢 我就把麻麻糖 开了 后来呢 就把我送回来了 第二个签字 给我打电话 江老师 因为一致一点尿也没有 就隆毙一段台 第二天给我打电话 江老师 开始有小便了 虽然不多 但是开始尿 到了晚上 到第三天 哗哗的小便 就是三副药 三副麻麻糖 吃完了 水肿 消续 接近一半 然后呢 打电话给我 高兴的了不得 我说来 在原方不动 再吃三副 又吃了三副 水肿消失了一大半 后来呢 我又在这个房子里面 又给他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和五菱散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柜子 柜子 是福林白猪汤 又做了一个调整 我说来 再继续 我吃吃 正确把水肿消退 而且呢 他告诉我 我走了以后 吃上麻麻糖 我光说小便多了 从那以后 再没有神智 再没有迷惑过 一直很清醒 而且呢 胸也不闷 胸也不闷 这就是运用的 私内变成私 来厨房有没有 来厨房有 也就是根据什么 经验学说 脏腑关系 运用的替护结盖法 我为什么我这样用 不是我的水平有多高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 他们在前面 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 都用了大量的内尿药 没解决问题 他告诉你了 他们都用的常规思路 已经告诉你 是不管用的 因此 你必须得用变法思维 来考虑问题 就是得用私内变法思维 来考虑问题 是这样 是这样 因为我按照常法 那么和他们出的方法 不都一幕一样 一幕一样 能有效吗 没有效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一点点 我们中医在临床上的 常见病 状罚病 我们运用的就是 一般性变成认知 思维方法 就是常法 但是我们在临床 碰到的疑难性疾病 和复杂性疾病 我们一定得用 复杂性变成思维 来进行治疗 否则的话 你这张房子 是解决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重视 我今天主要讲 我讲这个内容 讲这个复杂性变成思维 这不是 我私下提出这个概念 这是我提出这个概念 但是你看 我讲的所有的内容 都是张静静的内容 这是张静静 这个医生告诉我们的 告诉我们 只是我们赌杀论 很多情况下 我们没赌出来 我希望 今天通过我这个讲座 我希望大家对这次问题 有一个 有些新的想法 有新的想法 有一个新的起法 有新的起法 是你知道 我们中医 不只是一个常法思维的问题 不只是常法思维 你看一看 凡是我讲的 变法思维 或是那边的思维 你看我讲的 都是我常法 相反 都是很别扭的东西 很别扭的东西 但是 你仔细做不做 中医的精华和特色 就在这个别扭 这两个字之间 关键看你 这倒是真实的 真实的 我最后 他有个节令性的东西 一共四个例 第一 细学也变证论智 但中医学的变证论智 具有复杂性 这个我们必须得明白 第二 中医学也有不变证论智 但变证论智 是中医学的特色色彩 是变证的 变证的关系 第三 商法认的精华 是六经变证 这个不能否认 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 都能说出来 但是六经变证的精华 是什么呀 很多人说不出来 我个人认为 六经变证的精华 就是复杂性变证 就是复杂性变证 这是第三个内容 第四个 我们学习商论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否定商论 和内经的关系 与内经的关系 否定藏府经论学说 有的中医专家 否定藏府经论学说 那么中医学 师必成为五元之水 五本之木 要这样的话 你是学不好中医 你学不好中医 为什么 你把根源 给抛弃了 你把根源给抛弃了 第五个 历史已经证明 日本的汉黄医学 背离了中景的学识思想 和利用于编证的精神 否则的话 日本的汉黄医学 不会要是灭亡 当时呢 一下子 就日本汉黄医学 一下子给消灭了 所以我后面有句话 不要拿来几毛当令件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学 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创立的医学 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医学 就是生命科学 我们干中医的就应该为我们中医 中国医学 中国的传统学问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做出我们自己贡献 你得知道 精华到底在哪个地方 特色到底有哪些 我是如何的继承 和创新 这是你 我们当中医的 目前我们当中医的责任所在 责任所在 所以我希望 大家 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好 今天晚上的 这个 讲座 就到此结束 这个 希望 我贴的这些问题 希望能引起大家的 这个是 重视 和 思考 思考 好 讲座 到此结束 我看看 还有 有什么问题 我看一眼 没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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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问题 就是 大青龙汤症 可以加黄莲和质子吗 这个 这个我刚才讲了 我们临床见到的烦躁 就是热药心神 正常情况下 就是因为 要用 黄莲 甚至还有莲子心 就我们的清 清新火呀 但也可以用质子 用质子 重点在清干火 因为清干火 往往在临床上 往往会连在一起 但是你得明白 张经也是这样用的 你 少医热化症 他烦躁失眠 黄莲恶焦汤 你张经也这样用啊 也不是不这样用啊 对不对呀 但是你 我们得理解 为什么大青龙汤 你要用石膏 你张经怎么这样 用药啊 因为我单纯从正的角度讲 用石膏是不对的 用烦躁是热药心神的 用石膏是不对的 但是仔细琢磨琢磨 为什么要用石膏 张经运用的是 动恒动思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张经告诉你 你这个烦躁是怎么产生的 是根源是什么 是 寒碧鸡表 阳气内淤 热药心神 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由表到里 由寒到热 因此呢 这种内热 我既要内清 同时呢 重要的干什么 要外偷 要给热 以出路 你用质子和黄莲 那只能是内清啊 他没有偷热的 那个思路 说 仔细琢磨什么 张经运用石膏 只要烦躁 我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感谢大家的重视 张经运用的完全是动态 就是横动别人的思维 也属于复杂性别人的思维 他没有单纯的 从这个烦躁这个正上 因为单纯从烦躁这个正上 就是要用黄莲嘛 要用质子嘛 要用莲子歇嘛 对不对啊 但是你用石膏 为什么呢 用石膏张经 是依然联想到 你这个烦躁是怎样形成的 是动态变化而来的 因此 我既要内清 同时还有什么 外头 既要内清 还有外头 你看 张经的思路 多好啊 这是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有些症 我们得知道 得用动态思维考虑 你这个症怎么形成的呀 你怎么形成这个情况啊 找出那个动态根源来 这样呢 你这个厨房效果就好 为什么呢 你挖到根了 你挖到根了 这当然效果会好的 要不我们脑子里面就是一个表层的僵化思路 表层的僵化思路 你又是个中工 你不会是上工 我希望大家都成为上工 成为上工 好好学上汉论 上汉论 你真正能把张经的思路 和他本意学到手了 说句实在话 你真正的就是一个上工 真正就是上工 那我再看看还有什么 不虚而补 好好好 我在谈 有问问 不虚而补制是什么意思 不虚补制而补制 这句话是和内经的虚则补制是对应的 是对应的 正常情况下是虚则补制 这是常法 规律 原则 但是商案内上张经才用 这四个制造中交的房子 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有的时候 在不虚就一派实证的基础上 我们得用补法 得用补药 为什么呢 你得找出原因来 你看你脾胃的是实证 但是你这个实证 是因为什么 因为脾胃虚而倒置的实证 就因虚而致实 凡是因虚而致实的实证 都得不虚而补制 你不能光去写 你光去写治表 没治 治标 没治本 没治本 你在去写的基础上 加上 辅证的药 你是标本同治 所以张经你看 这四张方子 治疗中交病 这四张方子 我讲的 办下腺炎汤 包括宣服带着汤 包括小柴虎 包括黄莲汤 这四张方子 说治的都是实证 但是呢 仔细做我们这四个实证 都是疲惫虚 而倒置的实证 就因虚而致实 这种实证 我除了要去写 之后我以为 因为你已经形成了实证 写去胜嘛 但是呢 我得负证 也就是说我得健庇 我得健庇 我们要理解的 就是健庇 不虚而补制 这个变法思路 这个变法思路 这才我们才要理解 所以呢 如果你在临床上说 要不虚而补制 很多人都是反对的 不虚为什么补啊 但是张学告诉你 有的时候不虚 确实需要补 动态思路 在考虑问题 就是因为你这个实证 是因虚而导致的 你看透了 疾病的本质 你采能处防用药 你采能非常准确 否则的话呢 不行 那你光 光输在机表上 光用一个僵化的思维 来考虑临床问题 说的 好好学 学长主性的商商论 我再看看 好了 再也没什么问题了 好 再也没什么问题了 好 就这样 这个 这个 我讲的过程当中 遇过哪些有错误 有问题 我自己负责 但是我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启发 没别的 就是启发 你不用说 僵尸讲的 我得照着办 没这个意思 不用照着办 我就是给你一个启发 你得知道 商论 这么学问 我们应该怎样学 中医学 我们应该怎样学 还有哪些东西教材没讲到 我们要补充 要纠正 要补充 要纠正 你又把这些东西 别要光说 哎呀 这个教材很重要啊 但是 你要真正的 是把中医理解透 光聘学教材 是不行的 这真是不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所以多读一些中医的书 好 今天的假作 到此就结束